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导读大家认为要珍惜呵护当前良好势头 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以改革实际时效进一步稳预期强劲心 据中国证监会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近日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 在北京召开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专题座谈会 与专家学者财经媒体负责人代表深入交流 充分听取意见建议 座谈中大家一致认为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以来 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增量政策接续发力 释放了加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积极信号 有效提升了资本市场投资者信心和活跃度 股市活力的提升也将促进金融活 经济活正反馈效应的释放 大家认为要珍惜呵护当前良好势头 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激发市场活力 以改革实际时效 进一步稳预期 强信心 同时 与会代表就资本市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提出了具体建议 包括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 适配性和精准性 打通制度执行最后一公里 推动更多优质科技企业 发行上市 并购重组等办理落地 统筹推动融资端和投资端改革 逐步实现IPO常态化 积极培育耐心资本 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 综合失策提振资本市场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 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改进和优化预期管理 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服务 引导理性投资 价值投资 长期投资等等 吴兴强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正处在迈向中国式 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资本市场也正处于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阶段 希望专家学者 财经媒体积极践行政治性 人民性和专业性要求 主动宣传好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解读好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和一揽子政策举措 客观理性讲好中国经济 和中国资本市场故事 传递信心和正能量 欢迎专家学者 媒体记者 及时向证监会 反映市场呼声 建言献策 开展监督 共同推进资本市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高质量发展 证监会有关私局负责同志 参加座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加座谈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